我们看石牛图 我最喜欢这个郭安的 为什么 因为郭安的石牛图宋 宋就是文的意思 它十个阶段 首先发现牛丢了要去找牛 牛怎么找 看到牛的足迹 顺着牛的足迹 找了看到牛的脚 然后要去把它拉回来 得牛 那个牛还跟你挣扎 跟你奋斗 跟你拉扯 然后你要开始调目它 怎么样整 要怎么样来 来这个 寻服它 最后呢 牛乖乖的让你骑着回家 骑着回家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有牛有人 慢慢呢忘掉牛 只存人 到后来没有人 没有牛 最后反本归身 还不够 这只是自我完成 从一到九 一到九是叫做自立 自我的利益 自觉而已 是制度 治疗 在佛教的一个圆满的大圣思想 这是不够的 就好像我们各位企业家们 你有非常好的一个企业一些理念 你是放在这里公司自赏吗 公方自赏吗 不是啊 我怎么样到社会 给社会了解 然后回馈社会 然后甚至留一些利益出来 所以要最入禅垂首 就是走入人间去洪化 这就叫回馈 回响 好 那我现在来帮各位 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牛 什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建修建物的过程 我说我们刚开始不是讲五种修物吗 那首先呢 我帮你们做了一个对照 普明跟国安的 那我感觉在十牛图里面 觉得比较是大 自立又利他的事 应该是国安的 好 首先 寻扭这个叫资粮位 就是准备阶段 在佛教把这个修行的过程 有一个叫资粮位 然后呢 为什么叫资粮位 好像我们各位 我们要去小孩子要去演足 你要不要把便当准备好 我们今天到金光明寺来 我要不要把车票准备好 我要把油加满 我要不要一些资粮啊 预备的这些东西 所以是一个准备阶段 首先你看 他就说他会给你讲一个戏 然后用一个文 用一个诗 他本来就没有诗去 何必要追寻 本来就没有丢掉啊 因为我是东西丢掉 我才需要去找啊 本来就没有丢掉 就不需要找 但是因为我们呢 因为我们越离开 觉悟的世界 越来越疏远了 然后像这个六成 奔向六成 所以离开家乡 离开你自己的本来面目 越来越远啊 然后你走出了歧路 就得失心起来了 是非心起来了 因此要干嘛 本来无异物的 你本来没有失去 这里有一个公案 我觉得 禅宗里面有太多精彩的公案 我先把它讲到前面 惠能大师的闭门地址 有一个叫做石头西签 那个 他很小 惠能大师就担心 这个这么立根 这么聪明的地址 我马上就要远起了 我走的时候 谁来教他呀 就跟他讲 我远起之后 你行诗去 这里面要发音哦 发音要很准确 他可能是广东人 广东养 所以发音有一点怪 这个石头西签呢 就天天在那边打坐 物质打坐 有一个手座和尚说 你为什么一天到 那边打坐 我师父叫我寻诗啊 寻诗就叫我要打坐 他说你错了 你师父是要你去 六祖会人是叫你去找你的大师兄 叫清源行诗 行 走路这个行 不是找寻的寻 不是我们这个寻 哦 所以石头西签就去找了 师兄 大师兄 清源山的 行诗产诗 这行诗呢 就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我从潮溪来啊 哦 好厉害的口气 怎么从潮溪来 就好像你们问说 你从哪里 我从佛光山来啊 佛光山哪里 星云大师身边来的 表示这是不是源头啊 根正苗红的 是最最最那个 最精粹的 哦 你在师父那边多少年啊 听说你 那你在那里得到了什么 你要注意哦 禅宗门讲话都是要很小心的 都不会落 随便讲 得到了什么 我没有失去什么 我还要得到什么 我不承认失去物 何来得了 你看这里 我从来不失 我何必去追寻呢 你既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为什么要去潮溪呢 浪费时间在潮溪那么多年 我不知道潮溪怎么知道 我本来就没有失去什么 所以各位 你们来这里 我不知道你们禅休几天 可以跟你打个禅机 你们到哪里去了 金光明寺啊 姐姐他们是干什么呀 去禅修啊 去禅修得到了什么 不曾得到遗物 那不就浪费时间吗 诶 我不到金光明 我怎么知道 我本来就没有失去什么 所以各位 你们不是要来得什么 你只是找回自己的东西 你本家 你本来有的 只是你没有察觉 你让他睡着了 所以说你本质 你本来就是大富 我们本来没一个人 就是本来就有的东西 好 那这个呢 这首诗说你看 就说牛丢了 这诗都很美哦 茫茫剥草去追寻 水阔山窑路更深 立尽神匹无处密 但稳风树晚禅云 我就看牛丢了 所以我就跟他跑到郊外去了 我就哇 荒荒 荒烟漫草啊 把草剥开去找 然后呢 这边找不到 越走越深山里面 找到我筋疲力尽了 已经找到什么 从白天找到晚上傍晚 累坏了 就坐在树下睡休息啊 听到晚禅饮 禅在叫 所以是不是找到筋疲力尽 所以就说我们在找一个东西 所以呢 这什么意思 死牛图是一个有赤地的建物 首先问你说 牛为什么丢了 你家的牛怎么丢了 因为无名嘛 无名啊 无名覆盖啊 注意我们这个名哦 很多人写的是 名字的名是错误的 无名就是没有光明的状态 请问各位 你晚上停电了 都没有光明的状态 是什么意义 什么概念 你是什么都看不见 当你的心智 你的心智 你的脑袋 通通的在无名的 这个失去光明的状态 是什么概念 是什么样 就是无知嘛 就是昏昧嘛 嗯 所以在佛教 把所有的烦恼的总生 就叫做无名 好像你的心 被一朵乌影给覆盖 你什么都看不见了 看不到方向 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任何东西 而且还会讲 起烦恼 去做一些不治的行为 那为什么要去找牛 为什么 所以要从无名里面解脱出来 这无名不是别人给你了 就是烦恼 我现在问各位一个问题 基督宗教讲原罪 佛教讲无名 无名跟原罪是不一样的 我这里不是在做宗教比较 只是说 基督宗教的 基督我讲的是广义的基督宗教 包括天主教什么叫的 原罪 原罪就是它 本就这样子 你没有办法改变的 还有这个原罪是 别人的事情 梦到你身上去的 佛教的无名不是 佛教无名不是别人给你 是自家死 是自己惹出来的 无名能不能消除 能 他没有自信 所以是不一样的 所以佛教讲这个业力 那为什么一个人去找 你看他去找是别人代替去找 别人带着你 NO 很多事情要自己来 在佛教有一些事情 是别人替不得的 吃饭睡觉 瘀屎拉鸟 所以 所以烦恼是自己惹出来的 开悟也要自己来的 生死要自己去解决的 各位你看 我今天 我现在在这边听课 哎呦我好急哦 内急内急 我赶快去上厕所 哎你赶快你替我去上厕所 行吗 行吗 不行啊 哎呦我已经三天没睡觉 好困难 你去替我睡觉 所以人生有些事 你说夫妻感情很好 父母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NO 有一些最根本的东西是别人替不了了 那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用世间理解的 吃饭睡觉 欧时拉鸟 嗯 所以叫做大献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献来时各自飞 就是这个含义 所以各位我们有些事 所以在佛教讲 自登明法登明 自依止法依止 墨义依止 要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在佛教 哪里佛陀要你归于他 不是 是透过他的教导 他是个老师 他是已经是有先念者 他是有经验的人 我们不需要减少摸索的这些不必要的时间 依照他的经验 前人的经验 我们找回自己 所以叫自登明 这盏灯是自己要让他亮的 所以我这里用了一个哲学的存在于单位 怎么样活着 用那个日文 一看你一切 就是你一切 你怎么样活着 怎么样的 不是说你从这个地方要到这个地方 OK 好 所以石牛图呢 刚刚各位讲说 找牛 然后发现牛的足迹 这是资粮位 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准备阶段 看到牛了 就要加恨 就要加功夫 下功夫就努力精进 得到牛是个见到位 初见性 然后呢 又去牧牛 把牛调伏好 就修道 有的时候是开悟以后的修行 叫做后来金刚定 最后是救见道 所以佛教的修行的四地 从资粮道 家恨道 见道修道 最后救见 好像太月亮 初一的月亮 是被污云 看不一定是污云 反正就是 那个公转自转的概念 所以光线那么小 到最后 究竟到就是十五十六 圆满的月亮 那无明是什么呢 就是无知 对真理不了解 无始以来就存在 每一个人都有 你的无明跟我的无明不一样啊 不一样的 所以不是上天加在你身上 也不是说我去对一个神明啊 对上帝啊神啊 祷告啊 祈求啊 你就可以替我赎罪 不是 都要自己来的 然后呢 寻牛其实就是找回真实的自己 牛逃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无明 所以我们在佛教讲不怕无明来 就怕你 你察觉的太慢 好像你家 像我们在美国住过的人 美国的家人都要装那个非常敏锐的Alarm 那个警报器 有一个风啊猫啊跑过 他就叫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对这个警觉 所以我们叫警觉性 知觉性很强 叫先知先觉 就怕不知不觉 后知后觉还没关系 至少有知觉 像一个人麻痹了 你打坐腿都麻了 糟糕 爬不起来 麻也还不错 还有麻的感觉 就怕连麻都不用了 就更糟糕了 好 所以呢 寻牛的过程就是说 一个无明透过智慧 而去发现有无明 所以就像新经讲的 你要在圣生圣生的禅定智慧当中 你才会看见 我们的人的身体是由色受响行事 构成的 这是无自信的 你才能度一切苦恶 所以其实使牛途就是说 叫我们要透过智慧的获得 来找回自己的迷思的牛 所以有了一个自我意识 所以也就从我跟世界 我跟心跟近的对立 然后呢找出真实的自我 这里有个公案叫做 瑞言 圆焕主人 有一个禅师叫瑞言 祥瑞的瑞 他每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就叫自己 瑞言 主人 你在吗 然后这自我回答 在啊 各位你们回家时候问自己 我不知道你们的贵姓大名 就问自己 某某你在吗 那个在不是肉体在而已 是非常亲民吗 这是第一个 首先发现牛丢了 恭喜你 有的人中期一生都没有发现 自家的牛丢了 所以你又发现 你刚刚学会发现 我怎么这么多的缺点 这么多的不足 这么多的不清净 这么多的不够的地方 恭喜你 退步原来是向前 所以发现自己的缺憾 自己的不够圆满 那是你迈向圆满的初步 是不是 就这样 第二个叫见机 就资良位 还是在准备阶段 他说 你要透过精益 透过读佛学的了解 才明白 各个用黄金可以打造各种的器皿 你会体认万物 万物 世间的万物 其实跟自己是一体的 好 这个当中他说 这开始找牛了 水边淋下 鸡片多 芳草离坯 见眼膜 重视深山更深处 聊天鼻孔 整长拖 你看他有押韵的 所以我去找牛 他发现 在水边有牛的足迹 树下也有牛的足迹 然后那个炸 杂草烟盖的地方 我就把它劈开来看 有没有找到 没找到 不管这个牛藏到很深山很深里面 那个牛的鼻子不是 哦 不是这样吗 我们就看到两个很大的鼻孔 牛鼻孔 所以这个牛鼻孔 谁要我很努力的去寻找 牛怎么藏得住呢 一定有一天我会完成 所以看到牛的足迹 所以就好像说要找牛 所以我们寻牛要仿鸡 就好像我们学到 只要鸡 牛的鸡还在 有一天终于可以找到牛 无心道一寻 反而说你有心有为更难找 好 这开始找 换句话说要怎么找 在佛教讲 我们人的智慧要透过三个 叫文字剥落 观照剥落 实相剥落 所以我们透过读书 我们透过读经典 我们透过听闻佛法 我们透过知识 我们透过智慧 所以就叫文字剥落 然后呢 就好比说 这么讲好了 我生病了 好像很可怕的 COVID-19 那个药 那个解药 那个疫苗啊 是个文字剥落 我打了疫苗 我会不会痊愈 我就痊愈了 就叫实相剥落 所以 所以好像说 我要到彼岸去 我要过海 那艘船就是文字剥落 我要登上船啊 我要搭船的动作啊 就叫观照剥落 那我才能够到 到安全的那一岸前 那就叫做实相剥落 所以各位我们 禅宗呢 他没有说完全 叫你否定掉经典 我们会被 唐代的那些禅师们 被他们 因为他们一到那个境界 他们都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我们还是需要 透过经典的知性理解 然后呢 渐渐地了解 但是还没有完全见到 了解世界 所以在佛教讲 要怎么样进入禅定的世界 叫做文思修 听文 思考 实践 这叫多文寻习 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要去找牛 那你要有很多的努力过程 你可能要费了很大的功夫 这是第二个 换句话说你要到达真理有四个阶段 你要碰到好老师 就叫文 得到善知识 而且你听的东西要正法 你听的是一个不正法的东西 不正确的 所以佛教讲要正见 那就很糟糕 而且你要照那个道理那样去实践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圆满的 圆满的菩提智慧 第三个阶段 看到牛了 刚开始是发现牛丢掉了 去找牛了 看到牛的足迹 牛在那边 就叫加恨 继续努力 看他怎么讲 或者从声音 听到牛的叫声 或者是看到牛的足迹等等 这个时候呢 说六根门拙 拙无叉 动用松头头显入 就是说 这个是更进一步了 我们看他怎么讲 他说黄鹰之上一声声 日暖风和暗流青 此时便如回避处 深深头角化难成 我找找找找 又听到那个黄鹰鸟 那就是很像一首 很像一首这个 很自然的蚕食 黄鹰鸟儿在叫 而且这个天气真好 日暖风和 那个风景呢 柳树 柳树垂柳在 这个西岸 然后呢 那个牛呢 就被我找到了 被我找到了 而且这头牛呢 是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用 世间的语言 世间的图画 把它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透过对经典理论的了解 佛教经典 渐渐地看到了真实的自己 但是只是看到牛的后半身 还没有完全看到全牛 换句话说我们怎么看到牛 这世间有五种眼睛 我们首先叫什么眼 肉眼 肉眼各位我们有没有 有 但是我们的肉眼会有近视眼 老花眼 青光眼 白内障 是不是 天眼呢 是可以看到地极空间的 比如说有的人会看到 暂时停止呼吸 看到前面有人跳跳跳 你看到了 看到那个另一个世界的 那我请教各位 你觉得有天眼好不好 有见得好 我们看不见 看不见另一个世界的 所以那个众生从我前面走来 我也没看见 OK啊 看得见有时候是很麻烦的 那我们有没有天眼 有啊 你现在电视一打开 你现在网路一打开 然后线上会议 那个人就历历如生 站在你前面 从没有某一种程度的天眼 再来叫做慧眼 慧眼就是说 对真理的理解 哲学性是智慧 法眼 南逃法眼 法眼是救助众生的 佛眼是把 佛的眼睛 佛看世界是把众生看得跟我是一体的 所以各位你看 你是哪一种眼 叫慧眼是英雄啊 叫法眼 法眼灰灰 OK 所以这个见牛呢 用什么来见 要有智慧 而且要正信 是没有退路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香炎 香炎上树 说这个香炎和尚讲一个公案 说现在有一个人口中含着树枝 手不可以攀树枝 脚不着地 树下有人来问你问题 各位去想象那个画面 一个人上不着天是要不着地的 人在问你 你说你是打还是不打 某某人 你什么时候要去金光明事啊 什么时候有一个问题啊 难题请教你你打还是不打 你不能打呀 你张开口 啪你是不是掉下来 你就会摔个 鼻子很严肿的 但你不打行不行 太不慈悲了 人家有难 所以禅宗就是这样 把你逼到死角 你打也不是 你打也不是 所以他说你看 你不对他 要伪他问 若对他你会丧生使命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样 让你这样没有退路 就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 当一个人被置之死地的时候 那个潜力是不是就激发出来 就叫灵光乍现 灵光乍现 所以很多禅室的开悟 他们其实都是 他就是在参参参 然后一个机缘到的时候 他就会 就那个灵光乍现出现的 我今天没有时间 我其实有一个题目叫做 禅宗的开悟故事 很多很好玩的故事 今天主要是要跟各位讲牛 我们先把它走过 再来跟各位讲 再来牛 得到牛了 寻牛 然后见鸡 然后见到牛 牛终于被我降伏了 就是见到了 最初最初看到自己的心性 所以这个牛呢 一直躲在胶外 我今天终于看到它了 冯曲 曲就是牛 由近胜以南追 恋方种而不移 所以我们的顽心尚有 我们那个顽固的心还很强烈 我们的野性还存在 所以要让它这个牛很乖 很存和 必要给它驾驭什么东西啊 鞭 鞭子 墓葬 你看它 捷径精神获得取 心强力壮 足难除 有时才到高原上 又入烟云 身居处 嗯 就说 这个牛我抓住它了 得到它了 但是这个牛还跟我挣扎 还使牛脾气 它又挣脱了 又跑到神山去了 我就去追它 弄得我筋疲力尽 所以这个时候是有在降服这个牛 也就是牛的野性尚存 所以我们见性的方法可能有错误 换句话说 我们要了解自己 可能这个自己可能是还有的吧 我们很有多样性的 我们以为这样就是自己 所以像人跟牛之间还很紧张 还有很多的隔疼存在 很多 我们会有碰到很多的人 他跟我们问问题 师父啊 我用问题问你 他就跟我们问啊 我们跟他讲 说你讲的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还是怎样怎样 所以人的那个执着 很难 人的那个 在我们在接应 我们自己修行的过程也是这样 人最难的就是那个执着 而且自以为是的一些看法 就像那个牛的 还有很多顽强的习性 那这时候人跟牛还没有完全融合 我在禅宗喜欢讲隔疼 那隔疼就是不必要的一些 存在的一些啾啾咯咯的东西 那怎么样得牛呢 在佛教告诉你要借定会 定就是宁静的心 那这个会是从哪里定来的 念就是集中心 在大士顿里有一个批语 各位我这里有一个蜡烛 为什么定的重要 我这里有一根蜡烛 我把它拿到室外去 风吹 那个火焰会不会熄掉 那火焰是不是很飘忽啊 我把那个火焰拿到这个密室来 安静的房子 那个火焰还稳定的是不是很光亮 因此透过定 智慧才会显发 所以叫做为什么要持戒禅定 就是为了要发挥 让你的智慧起来 那你这个会从哪里 我们的念头就像那个火焰 飘来飘去 各位从你们进来到现在 你有没有去查解你已经动了多少念头 有没有 你最不能把握的就是自己的念头 你其实不需要怎么考验之 你眼睛闭起来 就五分钟 你能够用电脑计算出你所有动过的念头吗 所以这个念 为什么要集中心念 为什么要 所以要细念 把念头 那念头怎么办 来就来 去就去 所以会能到是讲我们的念头 叫四个字 念念不住 念念不住 我们念头就像波浪一样 一波一波一波 是止不住的 但是 这四个字也有它的学问 念念 不住念 念头来就来 你不要说我刚才那是什么念头 又抓回来 那不是头上安头了吗 念头来就来 去就去 只要你每一个念头来 我干嘛 我很清楚 我现在取了一个歹念 他那个心形的笔电太棒了 我用A记话 B记话 XY记话 我要拿他 马上一个念头 不行 我这个叫偷盗的念头 就压下去了 我一个什么 所以我一个什么念头来 我马上 我察觉他 刚不是讲吗 不怕无名其吗 只怕什么 绝造识 无名并不完全都是恶念 就是你有那个念 你有一些妄念纷飞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他要念让你集中 集中去 所以其实我们刚学打坐 不要紧有念头没关系 只有我觉得我自己很清楚 念念 念念分明 而且我知道我没有恶念 我没有邪念 我没有歹念 我先用有念对无念 我用定念对善念 我用正念对 对这个恶念就好了 所以得牛啦 牛得道啦 宽教授有的时候 我们会说时事物 对境 对境就生命 你讲得很对 但是我还是怎样 一个明明 有胃病的人 你告诉他 你不可以乱吃那些东西 管他吃了再讲 是不是 可是我们人都是这样短式的 所以佛经里面讲这一把剑 涂了很好吃的蜂蜜 我很饿的人 看到那个 我只看到那个蜂蜜 我忘掉它是涂在锋刃的 非常锐利的剑上面 我就舔它 没错 我得到一时的甜头 但是我付出了舌头 我尝到一时的甜头 付出永恒的舌头 你命都没了 所以叫做对境会生命 好 得了牛 再来 得了牛之后 我要讲 要牧牛啦 我要调伏它啦 要放牧它啦 就修道 就是我们讲的 开悟以后的修行 所以前师才起 后念相随 所以绝 绝故已成真 谜所以就为旺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牛 彼所牵老 把它牵好 所以边所时时不离身 我看这个牛怕跑了 绳子啊 边子都要离在身上 孔一重步惹成哀成 怕这个牛一时完性又起来 香江木得存何也 积所无疾至足人 当我们跟这个牛 被我巡护得很乖 我根本就不要绑它 它是不是就乖乖地跟我回家 所以这个是已经牧牛 牧牛用什么 它说我们 它讲我们前记后记 就是我们的念头 是念念相续的 念念相续 念头太快了 而且刹那 是在佛教讲的元祈法里面 叫刹那刹那的一个生灭 就是忘心 一念三千 人的念头有多快 我这里 我只剩下五分钟 我不能再讲历史了 我把它念完都来不及了 比如说 其实我们的念头会比这个 念头比光速还要快 还要快的 我们再来看 所以这个怎么个牧牛编锁呢 就是方法就这么多 你会餐厂打坐 或是你修福会 修福修会 你用八万四千法门 你用北中产的看心观境 都可以 这就是说你所用的方法论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还没有得到真实的事实 第六个 牛虽然很乖 这时候你可以骑牛回家了 牛就乖乖让你骑 说干戈以罢 你跟那个牛的纠葛的 一个战争已经过去了 但是得失还空 这个时候就可以学着像那个木桶 木桶吹着木笛悄悄吹 横身牛上 木势云霄 呼唤不回 牢笼不住 这是不是一派 很田园风光啊 很自在的 你就骑牛回家了 这个时候呢 叫乙礼 骑牛乙礼玉还家 枪笛生生 宋晚霞 一拍一吹 无限意 知晕何必鼓唇牙 骑着牛 不是有一个动画叫木笛悄悄吹吗 那个骑着牛 乙礼 乙礼就是弯弯曲曲 那个牛就随便这样乱走 不是向前看气那种的 然后呢 枪笛 我的笛生 是晚霞 送着满天的晚霞 那个牛跟着我哼哼哼哼哼哼哼的唱的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知晕 不需要再浪费唇舌 所以也就是说 枪笛生生宋晚霞 就那种踊跃欢喜 亲安欢喜 这个时候都已经没有一些挂碍了 你已经你的心跟你的人 跟你这个自己已经融合为一体了 所以是一种一派欢喜的样子 我非常喜欢《华严经》里面这个说 菩萨地 地应该是 十性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这个 第十地 四十一位的 菩萨第四十一年叫做欢喜地菩萨 看各位你们一定都有 只要你有欢喜的性格 你有信心的性格 信仰的性格 你这个人不爱去打扰人家很亲近 你这个人有欢喜喜悦的性格 你这个人个性很柔软 很会调和自己 你这个人可以能够看受一切大人 这个人不会去喜欢找人吵架 不会去操美亚党给钢去麻烦人家 你不会成很心 恭喜你 你就是菩萨一年期 所以菩萨也没有那么难做 这时候齐牛回家 骨唇牙就是说不必骨唇牙 不必已经超越语言了 不必再像我这样解释语言 解释这么一大堆 不需要了 这齐牛回家 所以自己和真实的自己 我跟我已经合为一了 真实的自己是我 所以这个时候呢 随便杨梅顺目 言语道断 所以也就是说默契十足了 我想要怎样 我想东就东 我想西就西 非常自在 各位你们有没有说 生活到某个城市很自在的 我跟我的家人 跟我的部署 跟我公司的员工那种 非常默契十足 有一个杨梅就知道我要查 有一个杨梅就知道要赶快弄copy 资料给我 就我跟自己这头牛合在一起了 所以齐牛回家 表示有一个 我们有一些深层的心理的 这些意识形态 这是在维世学讲的 我们的眼六四啊 眼耳鼻舌生意的六四 包括我们的深层心理学里面 跟自己都是很融合的状态 所以这个齐牛回家种子 第七个 忘牛存人 在佛教讲有所谓叫做 夺静不多人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牛的存在了 我们刚开始一直觉得 牛丢了 找牛了 牛在哪里找找找 要调悟它 一直都有一个外境的存在 现在没有啊 好像来各位 你在泡澡的时候 人人在水里面 人浮起来 哦 那种舒服 我去游泳啊 好像你把盐巴 你把糖 方糖 丢到水里面 这糖水 这还分糖跟水吗 没有 你把盐放到水缸里面 还有找得出盐吗 它是融为一体的 叫夺静不多人 我们看 它说这个时候呢 法已经没有二法 牛且为终 这个时候我们去 古时候的庄子讲 去捕鱼啊 捕了鱼之后 拿了鱼 是不是要把捕鱼捕兔子 那个东西得到 要不要把那个工具丢掉 要丢掉 所以叫得于忘泉 好比我们要过岸 我们坐船过岸 到了岸边 你要不要船背上去啊 要不要 不必要 我自己有感觉 人很奇怪 很多人都因为失眠 吃安眠药 因为失眠吃安眠药 到后来没有安眠药 没办法睡觉 你是不是被安眠药给控制了 所以人有时候我们太依赖 这就是讲到人的物化的问题 我们现在假如停电了 现在能源缺乏 有一天停电了 怎么办 你从公司15楼 你怎么走下来 停电了 我电脑所有都当机了 日本的福岛大地震 福岐县大地震 很多人都是Credit Card 刷卡 完蛋了 没有现金啊 怎么办 网路有一个很好玩的 有一个人 他不是都是IA吗 他什么都是IA的帮他那个 他问我今天有什么行程 你今天几点跟公司怎样怎样 然后呢 你今天10点半要去看牙医 然后还有什么 通通好了 好 他说好 关门关灯关什么 他就出去了 他就去看牙医 牙医回来 他拔了牙 拔了牙是不是流血 是不是咬棉花呀 他咬棉花 他就对着那个门 Open the door Open the door 那个门说声音不对 他气坏了 就用脚踢那个门 就在讲 Open the door 他说声音不对 不是我设定原来的声音 外面有人在下雨 所以各位 我们如果太依赖物 话有一天 我们应该是用物 义物 而不是唯物所义 有一天 我们把自己交给了这个太物质了 我这不是反对进步 我不是这个进化论 不是 也不是句话 我不是反对科技的进步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交 把自己投降交代出去 所以换成说 骑牛也已经到家了 牛也空虚 人也闲 没有牛也没有人 红日山竿 牛做梦 边省空顿 草堂间 你看睡到红日山竿 我看你们一定很辛苦 你们一定很早就要起床了 红日山竿是太阳已经晒到快晒屁股了 是不是很自在的生活 这个时候也不要鞭子 也没有牛也没有人 所以那边省啊 玉扭的东西通通都丢掉了 放在哪里 操补来对 通通不用了 好 他说 这个时候呢 换教说 我们得意要望远 得意要望全 上岸要舍舟 我执法子 全部都放掉 好 各位 这里有一讲 我们的眼睛 黑的 黑的东西 黑血 跑到眼睛去 眼睛是很 没有度量的 你是不是 眼泪流啊 一直在把它弄出来 是不是 对 OK 好 黄金啊 黄金喜欢吗 喜欢啊 我用黄金的金屑 给你镶在眼睛 嗯 痛不痛 你还是要把他 用眼泪把它挤出来啊 换句话说 你以为 善 美 那些金贵的东西 就是好的吗 所以法 法上虚舍 何况非法 黄金的金屑 是够好的吧 但是它也是有害啊 换句话说 人生有些东西 你看起来 法质 会害你 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就实现了 实现牛是一个真实的 一个自己的象征 好 我们看 鱼啊 也就是说 已经把这个动物 已经捕捉了 道具就应该可以丢掉了 所以金刚经说 法上虚舍 第八个 这时候人跟牛 是彻底的一体 牛向人而消失 牛已经无用了 没有牛了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实牛土是一个牛的叫法 已经回到家 牛的姿态就没有了 所以途中 刚刚那个就没有牛了 所以望牛存人 是途中只有人 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现实的自己 望牛 望人存牛 只有牛 是一个要去担负责任 好 这幻教授 他讲我们人的有两个世界 一个往向 要往这个生死的否定 回向 要到一个理想的世界 从生死到涅槃 所以 到了涅槃的世界 你要不要回来 你要不要倒架持航回来 要 要回来 我们不能一直都 个人在那边享乐 好像你们事业有成 我事业有成 我从年轻受到专业训练 开创一番的事业出来 我要不要走入社会 我要到社会里面再去 再去打拼 在佛教授就是在回向 叫上回向 下回向 上回向是自己自我的 智慧的圆满 下回向是慈悲的实践 所以叫做 所以还要从涅槃进到生死来 还到人间 所以一个是叫 因为智慧的关系 所以不会在生死里面轮转 另外一个是因为慈悲的关系 不会在涅槃里面独自享乐 所以就双重的否定 找出一个全新的自己 好 这个忘牛存人 怎么办 我才讲到第七 但有一个故事 我一定要跟各位讲 你们建议给我十分钟吗 可以 所以在佛教有一个戏曲 不是佛教 在这个有一个小说戏曲 所以有一对青梅竹马的 年轻人 两个人 子妇为婚 从小是订婚 那个男孩子叫王咒 女生就叫倩娘 你们有没有看过张国荣演的 倩女幽魂啊 那没稀奇 我现在讲的是佛教的倩女离魂 所以这个倩娘呢 他们长大之后呢 就王咒就家道中落 爸爸要毁婚 就把王咒找来 说我的女儿不嫁给你 另外给你一笔钱 你去娶别的女子好了 这王咒说 我岂是卖气之人 就很伤心 要坐搭船到她乡去了 倩娘就追她 两个小儿女就失奔了 就到别个地方就成家了 五年过去了 生了一对可爱的小孩子 这倩娘每天一泪洗面 一泪洗面就想父亲 丈夫很贴心 说这样好了 我们回去家乡跟父亲道歉 跟岳父道歉 他看到可爱的孙子 会原谅我们 敬相情更缺 不敢问来 这个倩娘不敢上岸 丈夫很底贴说 你在船上等我 我去探探虚实 岳父如果原谅我 我再去通知你 这个王咒就跟岳父见到了 说抱歉 我们两个不应该 当时不告而别 我们特地来请岳父原谅 这个老丈人说 哎呀 贤婿 你不要讲了啦 当初是我不对 是我毁婚在先 你能认许他人 我一点都不怪 他说不是 真的是倩娘跟我出去 我们两个已经 这个如此一说 他说没有啊 倩娘哪有 倩娘自从你离开之后 每天以泪洗面 茶不湿饭不响的 都已经瘦成皮包骨 骨包皮了 瘦骨菱形了 怎么会 你不信你去 他的闺房看看 所以王咒就继续 哇 果然有一个倩娘 躺在船上 注意哦 我发音要很准确 床上 在床上 果然有一个眼神空洞的 那床上那个是谁啊 会不会是聊在自己里面的 出现的弧仙或什么呀 床上的倩娘等不及了 就回来了 懂得自己的闺房很清楚 就看到 所以床上的倩娘 看到床上回来的两个就站起来 两个人就 哦 就合一了 所以各位 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倩娘 睡着了 生病了 我们还有一个倩娘 一个我不晓得跑去 离开家乡出去 生劳病死去外面 去轮回一番 所以回家找找看 你的倩娘在哪里 这也是这样 所以你的牛 不止牛丢掉的 你有一个 禅宗都用这样的公案 所以呢 既合于就不需要你了 第八个 人牛俱夺 我们刚刚讲是强调这个主体的我 这个真实的我 有一个外境 外境修的一个心跟静的对待 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静 没有心也没有静 所以人静俱夺 人牛俱忘 所以说所有的烦情通通多落 通通完全是空意 所以两头不着 千言难亏 我们看这个 边所人有尽属空 避天辽阔 信难通 红炉宴上真容血 道死方人何祖宗 各位 在北方的地方 冬天 这里血很大很大 我把那个血 抓了一把血放在炉子里面 锅子里面煮 还找得到血吗 找不到 所以这里面 完全是完全的空性 什么都没有 连找牛的意思都没有 根本也就没有那个牛的存在 也没有找牛的人 也没有被人找的牛 这样理解吧 完全是一个融合的 人牛俱忘 所以真实的自己已经成了 连这个找牛的意象 这个想念 这个念想通通都可以抛舍 自己也抛舍 完全超越绝对的二元对立 所以它才是一个一元项 一个空项 无家无牛 无人 无自然无自己 我们个人完全融入一个 就好像成佛的人 佛陀成佛 他看的就是个佛的世界 他已经没有说 你是众生 我是佛 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有的他到了某一个境 他是很融合的 和光同成型的 我就宇宙 宇宙就是我 遇及一切起义 所以 有些义宙和尚 冬天 东西会发霉 人家 试验里面说 我们去晒账金 小沙蜜都出去搬 把账金搬出去晒 他就躺在那里 躺在那个草皮上 就把衣服拉开 这个洪参 他的师兄弟说 义宙啊 你偷懒啊 晒账金 我在晒账金啊 胡说八道 怎么晒账金 藏金就在我这里啊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是藏金 但是你们 这是真的要到 那个境界的人 所以在儒家也有 陆九渊说 儒家的十三金 就是为了注解我 我就是这个十三金啊 第九个 反本还原 这回归到本来清净 本来清净 没有不染一物的 所以水露三清 坐观成败 所以反本还原 一废空 真如指下若茫茫 安全不见 安全物 水日茫茫 花是红 哇 太棒了 我感觉这个非常 非常符合我们现在 就完全我就是在自然当中 我就是自然之一 我就是自然 我觉得我们现在 地球的一个招 一个辛苦就是我们人类 太干预自然 干预了自然 所以就非常的不自然 所以自然已经不自然了 所以本来呢 本来就清净 不需要去作为的 一到七是通过自己 眼中的自然 还有木桶 还有牛 到这个时候呢 我用了一个日文的 阿里诺妈妈 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那个无人的自然 水 我们去阳明山 看樱花 看杜鹃花 那个花是为你而开的吗 No 那个花不会因为你来 特别灿烂 那个花也不会因为你走了 所以它凋谢 它就是该开的时候就开了 它该凋谢就凋谢了 是不是 我们人类现在太干预 人过分干预 所以战害嘛 所以我们有很多虚伪的自欺 所以这个时候 人到某一种程度 就叫不雅不聋 不作阿翁 你看那个老人家都 啊 你说什么 没听到 讲我坏话我都没有听到 讲我好话我都知道 所以人生到后来 难得糊涂的 所以到了一定程度 所以在佛教里面 一个密勒菩萨 就是把自己称为老卓 卓就是卓笨 其实是最朴实的自己 完全没有色彩了 我很喜欢王伟的这首诗 木墨芙蓉花 山中花红荷 见乎极无人 纷纷开解落 所以一个芙蓉花开在深山里面 这个地方只听到流水哗啦哗啦的声音 你要注意看到极无人 极了 非常极近没有人 只听到没有人生的喧花 怎么没有人 没有人发生什么事 所以没有人来破坏自然啊 没有人来污染自然啊 那个花才不管你的 该开花就开花 该凋谢就凋谢啊 我们呢 我起前我很小时候唱一首 淡淡的三月天 杜菌花开在山河上 现在是什么 冷冷的一月天杜菌花就开了 杜菌花本来应该是三月天开的 所以现在蜜蜂蜂都乱掉了 我什么时候该出来工作呢 不是什么时候出来酿蜂蜜吗 因为气候也变了 就是这样 我们都把它乱套了 所以怎么样反本还原 这有太多了 我又举了好多的 所以这个兴趣起讲 欧盟 不是我们欧洲那个欧盟 所以有一个人他每天在海边走来走去 有一个秀才走来走去 那个海鸥啊都不怕他 都跑到他的肩膀上 他每天都跟那个海鸥 一群海鸥啊都在他那儿跟他玩啊 他爸爸说你这么笨 你不会抓几只回来烤焦巴巴和他家 这个秀才呢 就真的第二天去就要抓那个海鸥 那海鸥再也不下来 为什么 因为人有心机了 海鸥这个鸟 动物是不是会很感受到 所以我们人类有太多不好的机心 心机很重 就加进去了 我们想一想 我们人类破坏了多少东西 我可是叫做欧盟 所以老实说 人最后的一个境界叫做阴海 回到婴儿 最后呢 最后是这个叫做入产水 从第一到第九 牛丢了 发现牛丢了 去找牛 看到牛的足迹 看到牛的脚 用鞭子绳子啊什么东西 要拉牛 那牛要跟你挣扎呀 终于降伏他骑着牛 还跟你坐太 拉过来牵扯过去的 然后呢骑着牛 目的悄悄对 有牛有人 到后来没有牛只有人 到人跟牛合一 最后呢回归大自然 够了吗 这只是自觉 只是自立自堂 最后一个 我最喜欢 要入产就是走到市集去 要垂手 自有一双无事手 便将双手长垂下 摸得人心一样平 自有一双慈悲手 有一双慈悲的手 要去接引 所以呢 他说呢 就说有一个人提着瓢 提着水壶入室 策帐还家 然后到九世余行 令化 化令成佛 走到市场去啊 也到那个 最那个啊 所以就有一个人 有一个老和尚 露胸显著素产 露着胸啊 肚子都跑出来 磨土土灰 笑满塞 这就是河光同城啊 我没有高高在上啊 我跟你一样啊 我是市民小 市集小民啊 不用神仙 珍密结 只叫枯木 放花开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呢 走入人间 同事是和光同城 走入人间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只有一个人 是一个木桶 有一个木桶去找这个老人 也就是说经验传承 这个老人 就把经验告诉这个小孩子木桶 木桶开始走上他的路 又开始去找牛 所以我们一个人完成之后 圆满自己之后 要去圆满别人 所以叫做文化心传 师徒传心 是经验者的一个责任 好 这就是 就是说石牛土 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有些 我拉拉杂杂的讲 希望能够 大家回去 我其实后面还有 就不说了 回去好好地想一想 你的牛在家吗 你的牛 怎么样把你的牛找回来 你们把你的 你的倩粮 有没有睡着了 祝福各位都能够找回自己的自己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